不想賣掉手中的持股嗎 你不敢買賣美股 只想做台股投資嗎 是不是一直覺得 過去的成功的投資經驗 曾經看準賺一筆的那一招 只要再用對幾次 我就可以再多一點了 那如果上面的說法 有一點符合你的想法 那麼這部片子千萬不要錯過喔 嗨 你好 我是小范 今天想跟你聊聊 無願賣掉持股 變成被割韭菜的心理陷阱 秉賦效益 這個心理其實我敢保證 你我一定都有 除非有一種例外 那是什麼樣的人會例外呢 最後我會告訴大家 也因為這種秉賦效應 所以我們才會有 不想賣掉股票 曾經用了某一個方法 賺過一次錢 那聽了哪一位大神 大賺特賺 心裡想要再來一次 當別人告訴你說 已經沒有用了 你就會非常不能接受 其實這個就是秉賦效應的下場 而市場上有多少次的屠殺 都是因為這個效應 讓大多數的人群 變成被宰割的韭菜 那麼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脫離這樣子的效應呢 簡單的來說 就是要先認識它 知道它會產生哪些陷阱 我們才知道要怎麼樣去避免它 甚至利用它 可以讓我們過得更好 那麼我相信你接下來 看完這部影片以後 你就會得到很多 那在進入細節以前 先讓我說明一下 這是一個討論 投資理財資產配置 和被動收入的頻道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 右下角的訂閱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我所有影片喔 好 那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我們先談談 秉賦效應的內容 所謂的秉賦效應 就是人對自己擁有的物品 會賦予更高的價值 發現這個問題的研究人員 他曾經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 我這邊就大致說明一下 比方說他找了十個人 然後他調查了這十個人 對於一個馬克杯的價值 他認為是多少錢 假設大多數人 都認為這個馬克杯 平均價格是五塊錢 也就是他的中微數好了 當然啦也有人會覺得 是五點五塊或六塊 也有人會覺得說 這個是四元或是三元好 那這個時候呢 表示他心裡已經有一個底 這個時候研究人員 就隨機分了五個馬克杯 給這十個人中的其中五個 那剩下的人呢 就給他五塊錢美金 那如果照剛剛的調查結果來說的話 如果你手上是五塊錢美金 而你是一個認為馬克杯的價值 比五美金還要高的人 譬如說你認為是七塊錢好的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用五塊錢去看看 可不可以買到這個馬克杯 那如果你認為這個馬克杯的價值呢 比這個五元還要低啊 譬如說是三塊錢的話 那麼你應該就會留著五塊錢在手上 你不會用手上的五塊錢去換馬克杯 因為那個只有三塊錢嘛 這個聽起來應該是沒有錯的 可是當開始做實驗的時候 主持人就真的拿出真正的馬克杯 放到隨機的五個人的手上 然後對其他的沒有馬克杯的人 就發給他們五元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說 好啦你們可以開始自由交易了 那最後的結果呢 竟然發現什麼 本來認為馬克杯比較不值錢的 但是手上他已經拿到馬克杯的人 他竟然沒有把手上的馬克杯賣掉 這些人他並沒有把馬克杯賣去去換到五塊錢 手上還留著當初他自己覺得 不值得五塊錢的馬克杯 這個實驗後來變成很有名的馬克杯實驗 很多學校的心理系他都做了類似的實驗 都發現有這樣的問題耶 這就是你本來不覺得值這麼多錢的東西 一旦你擁有了以後 它的價值呢就會提高了 有的研究人員他還去量化這樣子的量測 發現失去的痛苦 是得到這件物品的高性的程度的兩倍 那這個詳細的實驗做法呢 我這邊就先不做說明了 我這邊呢想要講的重點就是啊 第二個 丙複效應在投資上面的應用 這個就好像當我們習慣了某一檔個股 或是習慣聽哪一個老師的推薦 而且真的賺到錢了以後呢 你就會開始對這個方法感到非常的好 所以下一次呢 如果他再推薦 或者是這一檔個股 又再發布什麼消息的時候 你心裡大概都會率先的去接受他 因為你已經擁有了這個方法 或是已經有了這一檔個股 這個時候要失去他產生的痛苦 比如說叫你換個方法來投資 或是叫你賣掉個股 來採用指數化投資 就會變得額外的困難 因為不願意改變了 你已經擁有這樣子的東西了 而市場跟想的不一樣的時候 最後就很不幸就是大虧的收場 直到你看到老師說 看到這種逃命波還不逃幣的 是傻子啊 或者是個股相關的新聞 都已經顯示出非常不樂觀了 結果就導致最後是賣在最低點 這個其實就是人性所導致的 而且秉賦效應不只發生在投資上 我們還可以看一看第三個在行銷上面的應用 如果你去買衣服 服裝店通常都會提供試穿的衣服 這個其實就是秉賦效應的應用 它除了讓你選對size以外 試穿的時候當你穿上它 然後去照照鏡子 去感受了一下擁有穿上去的感覺 就想像你穿上去跟朋友出去 你去上班 自己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這個時候購買的機率就會大大的提高了 又或者是像Apple它的專賣體驗店 它就是讓你試著玩看看 讓你想像你擁有Apple的下場 然後接下來掏出錢包的機率就會大大的提升 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像我小孩他想要學鋼琴好了 他那時候跟我一直吵一直吵 我很怕我又買了一台鋼琴 他只學了幾個月就不想學了 所以我就發現那我乾脆用租的好了 這個租約如果半年之內 他沒有彈出一個像樣的樣子 其實我就可以把這個租約馬上停止 可是事實上我透過這個租約 我現在得到了一台最新的鋼琴 現在已經兩個月過去了 小孩子看起來好像還有在彈這個鋼琴 而且他還是自己透過線上個層去學習 我完全都不用去催他們去練習 這個時候我老婆已經開始在說了 我們是不是要開始把這個租約直接買下來呢 這個就是一個秉賦效應最佳的銷售範例 美國的租車公司他也是搞這樣的手法 他先租給你讓你開上癮的 然後接下來就直接賣給你 以上這些案例都是先讓你擁有 然後接下來失去它你就會覺得很痛苦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去除秉賦效應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第四個 對付秉賦效應的方法 首先就是去除擁有的感覺 讓你不曾擁有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覺得有失去的痛苦 像是如果你看到某一個帥哥美女 一開始你並沒有跟他在一起 你並不會覺得很痛苦 但是萬一他今天突然是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然後他又開始提出分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心痛 所以對於所謂的試吃跟試用 你現在既然知道了什麼叫秉賦效應 那也許你的抵抗力就開始會變強了 但是跟你一起去的朋友 他並不了解什麼秉賦效應 他如果不會看整自己的荷包 而且他的荷包又跟你連在一起的時候 那麼我的建議就是少帶他參加這種活動 或是叫他看現在這部影片 另一個方法就是去想想看失去的痛苦 有一句話還滿有道理 是在安慰失戀的人 你何必為了一個不愛你的人感到痛苦呢 科學家他就有試過 當他對一個受撤者吃了一個減少痛苦的藥 這個時候再去做馬克杯實驗的時候 就發現他對失去的感覺就會減少 比較能夠承擔失去的那個苦 在馬克杯實驗的成果就更接近理性的想法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讓失去的痛苦減少 那麼做起來就會更為理性 指數化投資就是一個很好的投資方式 它幫助你主動減少下跌的股票 然後主動幫你增加上漲的持股 完全沒有秉賦效應在裡面 關於指數化投資還有更多的細節 可以參考這部影片的說明欄 我有附上一個免費的課程 有更多的細節 這樣子才能脫離就有的現有投資管道 還有過去的老方法 不再成為股市韭菜 所以總結以上 這一部影片我提了 第一個 秉賦效應的內容 說明了秉賦效應簡單來講 就是人們對自己所擁有的物品 它會賦予更高的價值 第二個 我們談到了秉賦效應在投資的應用 說明了為什麼股市韭菜會被割得心裡 第三個 在行銷上的應用 說明了秉賦效應在行銷上的廣大應用 日常生活幾乎躲不掉 第四個 對付秉賦效應的方法 這裡提了兩個方法 一個是認識秉賦效應 去除擁有的感覺 另外一個就是讓失去的痛苦減少 用更理性客觀的方式 像投資的時候 就建議用指數化投資的方式 這些總結我會放在片尾 方便你再複習 而影片一開始我提到的 研究人員發現有一種人 他不會有秉賦效應 那麼就是完全與現代世界隔絕的原始部落 因為他們沒有交易的概念 似乎他們的社會 就不存在著秉賦效應 也就是說 秉賦效應可能不是祖先一直擁有 並且傳承下來的一種特性 而是人們長期在市場交易中 學習到的一種行為 所以我說既然你以我今天會看這個頻道 我相信你一定不是原始人 一定有交易過的概念 而且還在想投資的事 那麼秉賦效應一定在你心中存在 你說對吧 那關於投資的心理學 我覺得是一定要具備一些的 因為有了這些 你才能解釋市場上的一些非理性的行為 不知道你是否認同呢 如果你認同的話請留言A 不認同的話請留言B 歡迎分享你的看法 那如果你對投資理財 資產配置和被動收入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右下角的訂閱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我所有影片喔 我是小飯 我們下部影片見喔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